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妈妈说话了吗 妈 妈 我终于知道你了 我刚才在地方里没有看见你 好担心你了 雅琴 别怪妈 妈不能陪你一辈子 是不是 雅琴 妈妈到这儿呢 能留给你的就只有这双眼睛 照顾好自己 知道吗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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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月 我绝不会放过你的 beautiful 看我这边 没有白衣反应 可以出院了 回去注意卫生 记得按事滴眼药水 如果不舒服 回来检查 回去注意卫生 回去注意卫生 说了半天 全是张晓雅和江亚琴的事 跟你都没关系是吧 警察同志 我都跟您说了 是我的错我承认 那不是我的错 那我承认什么 喂 景天 怎么样 好 我知道了 陈队 陈队 我不敢说 录音 你还让我照顾 我去把他赶上 你绝对我 你肯定是 我肯定是 但是你能不能 我肯定是 你肯定是 你肯定是 我肯定是 你肯定是 我肯定是 你肯定是 你一进医院 就听说条路的事了 我还好想要打敞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提出离婚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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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雅去楼 也是8月3号 我明白了 这就对了 这个案子很有可能是 江耳琴 因为当年张晓雅 对她母亲语言不当 造成了她母亲 条路死亡的事 而对张晓雅 进行了虚异报复 保护你哥 是 报应 要不是你把新闻报告什么藏进来 还真不一定报应得成 假行行 你们再找找 有没有什么相关证据 我去通知金灵 也是 是 是 怎么样吧 老公 这是我特地从咱们医院的副工队里挑来的 看着不错吧 你一定 不是 你看一眼啊 这给你妈找保姆 又不是给我找保姆 这以后不合适了 算谁的 不好意思啊 怎么撑 我写梦 叫我小梦就行 小梦 是这样啊 两个母亲需要照顾 你辛苦了 对 小梦 我跟你说了 我们家俩妈 一个是我妈 一个是我老公她妈 所以 没事 一个是照顾 两个也是照顾 就当你这话了 行 小梦 来 你费心了 妈妈走了啊 辛苦了 小梦啊 没事 小梦 这样 我呀 带你先看我妈去 走 妈 怎么样 好点儿买的 好喜了 来 这个啊 是给你新找的保姆 叫小梦 以后啊 就太好了 我跟她照顾你了 阿姨 你好 好 好 会做什么餐啊 我撕洗丸子做得还不错 好 好 好 软火 下饭 显然 这个姜小琴有足够的耐心 她成功潜入张晓雅家 但是并没有急于开始报复 而且她有足够的心机 她既然能够光明正大的 随意出入张晓雅家 那她也一样可以采取 任何什么投毒啊 甚至煤气爆炸等恶性手段 但是她都没有 那想来应该是她一定找到一个 合适的方式 来达到既杀害张晓雅 又能够祭奠她母亲的母亲 直到她发现 张晓雅喜欢补虫书 大半夜的周到啥啊 要不要睡觉了 太漂亮了 哎呀 哎呀 这个美呀 哎呀妈呀 大半夜的 就不让出个声啊 吓死了 你这儿是女生 姐姐 我帮你浇吧 大晚上浇花太辛苦了 算你有点良心 我跟你说啊 这些花名贵得很 一定要小心 千万别把她们浇死了啊 浇死了从你工资里面扣 我知道了 但是每天晚上这样 邻居不会有意见吗 你管他们干吗 该浇浇你的 我睡觉去了啊 睡熟了 ゴام 张晓雅脑袋有血管瘤 所以影响着她的平衡能力 每次浇花的时候 都会手毛脚乱 而姜雅琴 恰恰利用了这一点 开始人为的造成 张晓雅浇花 早晚会摔下来的假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决定制造张小雅总有一天会坠楼的假象 到利用微词盲春受苹果水刺激这种骗冷知识点 真正让张雅坠楼 这中间下的功夫可不是一点半点 所以我说张雅琴既有耐心又心机啊 她一定因为张小雅喜欢捕虫术 而认真研究了捕虫术 甚至有可能她用苹果水之类的 研究了很多次 要我说呀 咱要不是有这个崇尔摩斯 这案子都成不了一个案 最多算陈峰辉隐瞒事实 蓄意杀人 直到她母亲记之这一天 江雅琴借口外出 而委托张雅雅晚上去浇花 按景天的推测 她除了把椒花的水都配好 还应该把张小雅的睡衣 用苹果水浸泡过 姐 我临时有点气势 今晚就不回来了 对不起 今天的工钱就从我工资里口 谢谢 这么说的话 江雅琴之所以把张小雅的CT 还有诊断报告藏起来 就是因为她想到了 张小雅坠楼未必会摔死 凭着她对陈峰辉 张小雅夫妻关系的了解 她有可能是在躲 在张小雅坠楼之后 陈峰辉不会把张小雅 颅内有血管流的情况告诉医院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江雅琴 后期又出现在了医院 是因为她想知道 结果到底如何 张一 怎么到底啊 让主母子叫花 你干什么吃的 你干什么吃的 天天浪门了你吃 我不知道饭就吃哪儿去了 大腕长的叫什么花 你干什么吃的 干什么吃的 怎么办 你这些责任吗 这些怎么办 你跟我每个说吧 你给我说吧 你别管 给我每个说吧 你别管 给我每个说吧 你别管 快让我闭着 你快去 事实证明 江雅琴还真推对了 这都是夫妻 可我总觉得 这都是我提猜测 什么猜测呀 那叫推断 对 推一段 我们确实是直接证据 比如像景天说的 张晓雅的睡衣上 真有苹果水的成分 不是早说了塞 被当作应用垃圾处理了塞 所以谭景天才说 证据缺一款塞 那孟江韵 不 江雅琴 有和张晓雅一模一样的 睡衣也行 我倒是想到了 会有个证据 当然了 也许不是直接证据 甚至有可能也是个推断 是这样 显然 江雅琴计划的策划和实施 可以归结为 怎么说呢 祭司性杀人 祭司性杀人 我之前说过啊 这种杀人方式就是要 既能够杀死张晓雅 又能够祭奠她母亲 那么我认为 让张晓雅和她母亲一样 坠楼而亡 只是祭奠的一部分 而另外一部分 江雅琴的视网膜 是她母亲移植给她的 那就很有可能 只有她替代她母亲 亲眼目睹张晓雅坠楼的全过程 才算真正完成了 对她母亲的计划 天哪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我明白了 刘志 把张晓雅坠楼当时的 小区所有的监控 按同意时间件 统一播放 好 看这里 推上去 推上去 好 好 李宗盛 准确的那环证据 江雅琴一定是猜到 我们最后会发现他是凶手 你一定猜到 你会跟我们来到这里 不可能 都你呢 所以江雅琴 在自杀之前 特意嘱咐亲属 把事意交给我们 应该算是认罪了 这个女人哪儿 如果说 一个母亲为了女儿这样 我可以理解 但是一个女儿为了母亲 他俩不是亲生母女 江雅琴是个妻儿 是当年江永芳 在医院旁边捡来的 一直养大 是 所以江雅琴 随母亲的姓 姓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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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说 说什么 装 没有 接着装 好吧 好 这个案子办得我不太舒服 因为价钱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也许 我是说也许 师兄 这位是谭景天 这位是谢天琪 谢医生 坐吧 本来我说请文医生吃个饭庆祝一下 文医生偏说要请我吃饭 是啊 这次这件事要感谢谢医生 师妹 尤其是景天 所以呢这一顿一定要我请 虽然说几顿饭并成了一顿饭 虽然说我是素食主义者 但我还是斗胆来了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是素食主义者 这是你我在食堂之外的第一顿饭 而且在食堂 你也不关心我吃什么 师兄 你回头可要请谢医生好好吃一顿啊 你这次沉原得雪 谢医生可是投工啊 虽说私钗别人信件是违法的 但是确实帮助案件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所以警队也会好好谢谢谢医生吧 这次我师兄请你来这儿吃饭 应该是说乎大意了 这个地儿虽然环境一般啊 但是是属于我们三个的一个据点 早说那我就更不应该来了 还好没开席 那这顿肉 你们三个就踏踏实实地吃 我先走 反正我跟文医生天天见 有的是时间 别别别啊 要不您就委屈委屈 吃个过边素好不好 不好 我看咱俩谁都别委屈 文医生 改天我再请你吃 我先走了 不用送 来 师兄 是不是有点过了 没有 没事 他反正也是吃素嘛 等我下次再单独请他吃一顿 我晚点联系他 咱们开始吧 好 我都饿死了 来 好 来吧 我们的丑尔摩斯 这次你又立功了 今天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今天以水代酒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 我又欠了你一次 不 欠你一个人情 下次如果有需要 用到我的地方 一定告诉我 说得好 所以今天啊 你就通通快快吃一顿 等明天再继续郁闷吧 为什么郁闷 走 你怎么想 你看啊 我不能拆开了 我只能拆开了 但是我这种拆开了 或者feels 我只能拆开你 你只是拆开了 我小几个做 你去拆开了 你去拆开了 也许我妈妈的坠楼 也另有应勤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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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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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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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慢点 慢点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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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这怎么办 你慢点 慢点 你别叫我妈 你个杀人犯 小兄弟 您帮个忙 帮我报个警警吧 就让我妈说的报 好不好 你给我求你了 帮忙 这又怎么了 不是让你报警吗 赶紧报啊 一会儿都下班了 这警车来了 这不是出来进去了 多麻烦哪 对不住了 对不住了 大爷 对不住了 我这造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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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看什么看呢 让你报就报啊 他就是杀人犯 他先杀了我女儿 现在又想杀我 妈 你给我杀 妈 杀人犯 阿姨 杀人犯 你帮我报警吧好吗 打110 我求你了 求你了 杀人犯 我饶不了你 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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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雯你好 10万我这边需要不安 好 阿姨 今天这酒又没少喝吧 不是警察同志 你们是不是得把老人家 先送到医院 清理一下或者包扎一下 你不是这个小区的吧 不是这有什么关系吗 我还头一次见到 你们这样的警察 既不询问嫌疑人 也不安慰受害者 你们是不是应该先把老人 送到医院处理一下 我们也想给他处理 可是你问他 他愿意吗 你们谁都不许碰我的伤口啊 这是杀人的证据 是他宋志平杀人的证据 叫法医来 叫市里最好的法医过来 听见了吗 阿姨 您这一次一次的浪费警力是小 您这个身体受不了啊 您实话说 这伤是不是您自己弄的 胡说 你们这是偏袒宋志平是不是 你们这是互相勾结你们 你们这是贪赃蒙法 警察同志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作为报案人 你有必要知道一下 这里的真实情况 宋先生呢 是这位老人家的女婿 一年前 老人家的女儿在自己的家中 突发脑浴血死亡 老人家始终怀疑是宋先生 害死了他的女儿 警方接触调查 确认是自然死亡 可老人家不信啊 就三番五次的自残 说是宋先生 害死了自己的女儿 三番五次自残 是啊 算上这次 怎么着又十四八四了 是不是阿姨 是 琪琪 我昨天拿份 那个新的草图 在你这儿吗 在那儿 我给你找 妈 来来来 请回 杀人了 宋志平杀人了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妈 怎么了 妈 怎么了 我们啊 也是真心疼她 每次都带她去做伤情鉴定 可每次鉴定的结果 都是她自己弄伤的 琪琪啊 你死得冤哪 就这件事 他们小区几乎人都知道了 怪不得 邻居们都见怪不怪啊 琪琪啊 你死得真冤哪 你妈我也不想活了 妈 我求求你了 咱俩去医院吧好不好 宋志平 别在这儿跟我演戏了 你敢直视我的眼睛吗 警察同志 你看我这满脸的伤 满脸的血 就是她宋志平啊 拿个这么大的宴会缸 玻璃的 咔嚓一下 都砸我脑壳上了 你说她这不是 想杀死我想干什么 警察同志 这样您先按我妈说的做吧 我先拘留起来 一两天 哪怕只有一天 你先让我妈舒服舒服行吗 你这不是胡闹吗 你也是受过高疼教育的人 我让她舒服了 我们怎么收场啊 那你们先把案破了呀 也给人一个交代好不好 我早恨不得把你当凶手抓起来了 可你是吗 好了好了 这样好 朴阿姨 咱们啊还是按程序来 好吧 您说 这次您想让哪个机构 给您做商情鉴定 我来安排 我不拐 我就要最好的发音拐 要不这样吧 我可以介绍个朋友 给阿姨做商情鉴定 你 你 阿姨我先帮您处理一下伤口吧 不急不急 先把犯人抓起来 阿姨 刚才您说 她砸您的烟灰缸在哪儿 烟灰缸 你问她 她丢的 是 我给丢了 那你丢哪儿了 我 我给 给砸碎了 听见了吗 都是她干的 是 是我干的 警察同志 我都盛着冷 你就把我抓起来吧 好吗 吴警官 麻烦你过来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伤口 呈直线 四公分左右 上面比较深 下面比较浅 你说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不是钝器伤吗 对 对 这是刀杀的 对对对 我记错了 是 是 是 刀 她拿刀杀我 对 我记错了 是拿刀 我拿的是刀 那你是怎么划的 这狗日的 站在我背后 勒我脖子 从背后啊 她就拿刀刺我 是这样吗 是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是上面的伤口 比较浅 而越往下越深啊 那那那那那那那 我想起来了 她是正面 正面拿刀刺我的 她就就是想杀我 你知道吗 你是左撇子 不是 我看你也不是 你是右利者 如果是从正面刺的话 伤口应该是在额头的左边 而不是右边 我想起来了 我 我当时着急 我就用着左手 够了 我不管你们在搞什么名堂 吴警官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倒乱 麻烦你 好 表阿姨啊 您看要不这样 我带您先回去 有什么事呢 咱们再商量 您看行吗 齐齐啊 你死得太远了 不是 你 小天 到谁了 好 齐齐姐好 齐齐 阿姨好 来 来 走 好 拜拜 齐齐 拜拜 翔阿姨 你 你 你是谁啊 你怎么知道 翔阿姨 我是小天啊 小天 十几年前您家的邻居 经常在您家蹭饭吃的 那个小天你忘了 对对对 小天 小天 对对对 小天 哎呀 小天 哎呀 小天 哎呀 多快都十几年了 一转远都成大小伙子了 这要走到大街上 根本我就认不出来呀 您要是不提齐齐姐啊 我也认不出来您 你怎么有空回来了 好 我就是突然想我妈了 回来看看 那件事 我到今天都忘不了 翔阿姨 以前我不管 但以后您真的不能再做 伤害自己的事了 要不然齐齐姐也会怪我她 来 这个是我的电话 我给您存上 以后您有什么事啊 就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老了 反正也活不了几天了 我喝出这一百多斤了 佳阿姨 警方说齐齐姐是突发性脑溢血走的 不管死因是什么 肯定是宋志平干的 小莫 谢谢你啊 你这个主意很棒 这不是我的主意 这都是李师傅的主意 李师傅 是上次送花的那位吗 对啊 他是咱们这儿的义工 他现在在哪儿啊 我去当面谢谢人家 他 他一般都上午来 这会儿不在 那他下次来的时候 你通知我一下 我去谢谢人家 没问题 佳阿姨 酒要少喝 多喝 多喝点 伤口就不疼了 小阿姨 天啊 我想问你 那个法医姑娘 是你朋友吗 多好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 阿姨请你帮个忙 您说吧 只要您别再伤害自己 我肯定帮 好 齐齐那个尸体 我一直冷冻保存着呢 不是 朗阿姨 这 天啊 你只要和你的朋友 帮我把齐齐的死因查出来 把那个宋志平抓起来 你让我干什么都愿意 你不能做什么 我有存款 我我还有这房子 什么都给你们 كác 姨 我今天问过警方了 他们说当时现场 和医生提供的病率报告 都很明确 琪琪姐确实是突发性脑医学走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别以为你阿姨我糊涂 其实我盯着呢 你以为我一次次的 子惨 我确信眼啊 我肾经病啊 我那是为了找一个好的法医 我能信得过的法医 来给琪琪做尸检 没想到啊 老天有眼 你给我送了一个 真是 你小时候 你琪琪姐姐没白疼你啊 阿姨 你听我说 我真的特别理解你的心情 我妈妈刚走的时候 我也一直出不来 可是后来 可是你现在过去了是吗 小天 小天 不瞒你说呀 有件事情 我一直想告诉你 你妈妈的坠楼 不是意外 不是意外 你说什么 你妈的死 不是意外 是被人害死的 我们的灭疯 也无法死了 有恋好的 死了 都死了 事实上 我还在不 他还在不 我还在不 我还在不 我在你会见 我还在不 我在不 我在不 我还在不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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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妈 谁害的她 你怎么知道的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要先帮我 您在骗我 我怎么可能 拿这种事情骗你呢 当时你妈掉下来的时候 还是我捂着你的眼睛 把你带走 你忘了吗 那是个秘密 谁都发现不了 出楼 那您当时为什么不说 我说了 你爸不信哪 后来你们搬走了 翘阿姨 您今天太辛苦了 早点休息吧 少喝点酒 回头我们早日 要不让琪琪姐入腿啊 爱信不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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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